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家辉形象被盗用 张家辉声明9日 因招派港普被网友亲切称为《渣渣辉》的张家辉 在微博发出律师声明 衬一款名为《我是渣渣辉》的游戏 在宣传时使用了张家辉的形象 但并未获得其本人及其经纪公司的同意获授权 要求相关主体尽快停止侵权行为 并删除侵权内容 黄景于经纪人昨日黄景于的经纪人与公司协商礼职 黄景于也被闹上了微博热搜 由网友发出经纪人是黄景于兄弟 经常吃白饭 占白食 但黄景于近几年的形象塑造的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接连出演多部片子 都充分里利用了187厘米 80千克的强健体魄 和一脸正气的形象 塑造了荧幕中一个个的杨刚男人 被网友戏称为鲸鱼的西装商 杨丽萍摔倒九日 杨丽萍在微博晒出自己练舞受伤 新医院的照片并配文称 自己在排练新舞剧 时不小心摔倒置骨折 向医生争取了很久 都无法心领舞台谢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